每次去外面定点的麻婆豆腐,做法既然这么简单,味道超正,使开倒入豆腐 煮两分钟捞出备孕,锅中肉末炒至变色,放葱姜蒜炒香 好吃的重点是放一包这个麻婆豆腐酱,炒出红油炒出辣香味,倒入一碗清水 加豆腐煮两分钟,最后水淀粉勾芡,用勺子背面推均匀,然后倒入焦味的砂锅中 烫嘴的吃起来才过瘾